大盘今天持续上周五的涨势 但是幅度已经比较缩小了 一周的开始 投资人操盘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连线留言投顾的 小光泽副总来告诉大家 副总外传四大政府基金 终于要在市场的替代下进场了 不过今天成交量 并没有让大家很惊艳 还是700多亿元 那么明天看盘 一周看盘应该要注意什么 今天台股呈现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在之前影响台股的一些利空 包括像禽流感 包括像南北韩的局势 还有像美国的恐怖攻击 还有在这个周末大陆发生了一个大地震 似乎对这个台股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今天指数已经又回到了 接近8000点这样的一个高档位置点 所以当出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过去的利空都已经慢慢的一个淡化 那回归到现在这个时点来看的话 台股它已经明显的是一个利空不跌的状况 只是说短线上还欠缺一个信心回复的一个追价买气 所以在面临8000点这个关卡 它会呈现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整理状态 但是我想今天的一个亮说 它代表的是目前市场上还是很谨慎 所以短线上这个行情应该会以震荡走高的一个方式 来克服8000点这个短压 那至于后续如果要再做一个创新高的话 必须要出现持续性的一个扩量 才代表整个市场的信心做一个恢复 那至于四大基金来看的话 虽然说这里有明确的说可能会开始做一个进场 增加整个台股的一个成交量 但是今天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最多就是可能在金融股有一个小幅买超的一个动作 那我想如果说后续整个市场信心还是不足 那当然有四大基金这一些 包括这个劳退的一个委外代操的一个资金 如果说后续可以持续进场的话 当然对整个成交量的动能 它会有一个扩增的一个效果 那短线上这边来到了接近8000点的一个反压 那市场追价买气人不足的一个状况之下 短线上它可能还会震荡 那震荡的一个方向就是说 这一波带领就是说从上周五 让台股出现一个大逆转 明确转强的是来自于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 那台积电的法说会也造成 外资在这两日积极的回补台积电的一个持股 以及在联发科我跟大家谈到过 就台积电的一个法说来看的话 联发科在第二季 它的一个营收的成长爆发力道会很强 也是短线上比较 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 比较强势的一些个股 所以我想在短线上 如果说行情的一个攻击力道 还是观察这两档指标 包括台积电 包括联发科 如果短线上可以续强 它也代表在后续 可能这个攻击的力道还可以做一个延续 有点不错很新的 那我们就来看 我们就来看